柬埔寨在7月宣布禁止宰杀和贩卖狗肉 这项措施在观光客喜爱的仙利省率先落实 支持这项禁令的东南亚流浪动物保护协会估计 狗肉市场大本营棒同省从2012年开始 每一年屠宰至少3000只狗 8年下来至少25000只狗从这里产出 共为桌上佳肴 根据估计 柬埔寨每年屠杀大约300万只狗 作为食物和肉品交易 距离先立150公里的棒同便是柬埔寨狗肉市场的大本营 这对曾经以宰杀和贩卖狗肉的夫妻 在流浪动物保护协会的劝说下 结束了赖以为生的屠狗场生意 东南亚流浪动物保护协会指出 柬埔寨经营涉及数百万只狗的大规模贸易 尤其是在首都京边有饲养区 屠宰场和狗肉贩运路线 满足当地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越南和韩国当地人吃的是养殖狗 在柬埔寨大多数狗肉来自贫穷家庭出售的宠物 要么就是流浪狗 流浪狗身上长着寄生虫 也可能带着狂犬病病毒 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随着柬埔寨政府下令7月起从先例线开始禁止宅杀和贩卖狗肉 非政府组组织希望能产生连锁效应 切断狗肉市场供应链 挽救更多动物的性命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